什么沈阳铁锡进入冷冰七时代卡的全是造谣的 PL都来了兄弟们 PL都来了 沈阳这边开这个新闻发布会了 首先是6月30号的 说沈阳一位妈妈女儿被那个侵害了 开车撞人 假到这谣言 第二 这也是王某某在网上发布虚假的22.7万余次 也逮起来了 也逮起来了 然后7月7号到7月8号 也是这个黄古区网民以及余虹区的 都是网民啊 都是为了得流量 在网上恶意大量的 本发涉及刑事案件的虚假信息 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7月3号的 浑南某朽区发生一家三口被杀 也是虚假信息 包括7月7号 沈阳某川家内发生这个刀战 一死一伤 也是假的 都假的啊 既然这个辟谣了 咱们也等到了官方通告啊 比性吃瓜切勿传谣 咱们那个相信一下这个官方通告 这两天传的越来越厉害了 也确实是太离谱了啊 我明天晚上 我就跑到这个沈阳铁锡区 路边上蹲着吃盖饭去 好吧 看到这个通告啊 就是心里面说不定就踏实了是吧 再见再见